那首先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个牵到打在屏幕上 首先要给大家解释的是 本期视频我们谈的不是 内置什么微云台的手机或者GoPro 再或者是Pocket这类型的 这种便携性的拍摄设备 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我接下来要说的方法去用在这些设备上 会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加流畅和稳定 但是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还是说一下 专业相机 那谈到让拍摄画面稳定 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买一个相机稳定器 没错 但是对于很多入门级的拍摄者来说 买一款相机稳定器并不是那么便宜的一个投资 起步价就得上千 就算你有稳定器 很多时候对于我们需要马上拍摄的对象 拿出稳定器安装调屏再拍摄 很可能已经错过那个最好的时机 还有很多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懒得带这个稳定器出门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手持拍摄 但是手持拍摄拍摄出来的画面很多时候都不稳定 画面是摇晃的 那该怎么解决呢 这期节目我爱给你的爱 我们以最普遍的拍摄镜头为例 就是跟随人物拍摄 一般我们的拍摄方式是手持你的相机 然后跟着被拍摄者向前移动 但是拍摄出来的画面往往很不稳定 摇晃很严重 当然对于这种摇晃的画面来突出某一些拍摄情节是可用的 比如说要体现一种紧张的气氛 但是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是怎么让画面稳定起来 所以这种摇晃的画面就不在我们要讨论的范围里面 那么要让这段画面稳定起来 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相机里面的机身防抖 那现在很多专业的相机里面都有这项功能 虽然这会让画面稳定一点 但是还不够 其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走路的姿势 我们叫做猫步 英文我们叫做Ninja Walk 就是忍者步 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步伐变得非常的轻 同时微微弯去你的膝盖 然后控制住你的气息慢慢向前移动 这样拍出来的画面会比我们之前正常手持拍摄的画面要稳定很多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小窍门 你可以加上你的相机的背带 在拍摄的时候将背带拉到最紧 这样也有助于画面的稳定 最后将你的画面导进Premium Pro 添加变形稳定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画面几乎是可以和相机稳定器媲美的 另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手持拍摄画面稳定呢 那就是慢镜头拍摄了 虽然你的画面在正常速度下看起来是摇晃的 但是当把速度放慢 摇晃的速度也相应的变慢了 这个时候你的画面会看起来稳定许多 那怎么拍摄慢镜头呢 我们可以在拍摄的时候把相机的帧率变为60或者是120帧来拍摄 之后在后期软件里面降低50%或者更高 来让画面变成慢镜头 从而达到稳定的目的 当然这是慢镜头 如果你想拍摄的画面并不是慢镜头的话 这个办法对你来说是无效的 但是这个办法对于你拍摄某些特定场景是有用的 所以把它作为一个选项保留在你的脑海里 总的来说拍摄是一件很让你发挥创意的事情 你完全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来让你的画面稳定 比如你会划汉冰穿上汉冰鞋来拍摄一段画面也会让画面变得很稳定 另外比如我们拍摄一些低角度的镜头 比如我在拍摄一个产品 这个时候就算是稳定器可能也有点难 因为角度太低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 那么可能你会说我们需要滑轨 但是如果你没有滑轨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相机放在一个毛巾上面 然后向后拖动毛巾来达到类似于滑轨的效果 相信我方法总是比困难多 很多问题只要你肯发挥你的想象力都能够得到解决 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方法 不妨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